哇 这个年呢 习近平真的是非常难过 好不容易跟拜登通电话 讲了快两个小时 结果是被拜登狠狠洗脸 而且现在呢 因为过年期间 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 来证明中国原来当时的疫情 真的骗很大 学伟 其实最近WHO 他不是派了很多的专家 十几位专家嘛 协同中国的专家进去调查 这个武汉肺炎到底当初的那个 疫调查员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嘛 可是你看 他现在病毒源的那个报典证据 已经出来了 告诉你说 其实在2019年的12月 他们查出来的 就已经发展出13种病毒株 2019年的12月 中国大陆通报 不是只有2020年的1月才通报 1月底才通报嘛 为什么在2019年的12月 就已经有13种病毒株 而且他们当初就 当初可能感染的人数 已经超过1000人 那这代表什么 其实这个世卫调查族 这个领导人叫班恩巴瑞 人家就问他说 你讲这个结果 这到底运藏了什么样的意涵 对不对 他就说这个我不辨评论 因为WHO你也知道嘛 只要对中国不利的话 他们不大会评论 可是我说他算有良心的 能说到这里不错啦 他这样讲出来就告诉你说 2019年的12月 都已经有13个病毒株 病毒的变异要时间 所以这个已经很久以前 就已经整个感染了 而且他说超过1000多人的染疫的话 那表示这个情况 你12月2019年也12月1000多人染疫 那时候全世界谁知道什么叫 武安肺炎病毒 真的 所以这个严重性就是告诉你说 这病毒确实就是从你中国大陆 传出来的啦 这不要假了 而且你看 那去年到底人死多少 你会发现中国大陆官方 到目前为止 死亡人数跟感染人数的 那疫情控制的数字 有没有 那不太会叮咚 那在中 中不太会掉 我就觉得说很奇怪 那可是今年啊 大家又发现说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情景 你知道吗 什么情景 你知道 武汉市的那个花市 有没有 竟然卖花 那个菊花卖到断式 你能看见没有 买的菊花 买到这整个菊花 都叫买的丸 菊花卖到断式 拜拜那种菊花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 你知道吗 它是什么东西卖到断式 是黄色跟白色菊花 那不是专门祭拜往生者 对啊 你过年时间 你没台没钱 你买白色黄色菊花 客户的嘛 要观赏嘛 哪有人要打这么碎 对不对 刺眉头嘛 不然你至少买个粉红色 红色的 对 参考一下 然后参考一下 你看 问题是其他花没有人买 你看 就只有菊花被买光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晚上那个情景 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年初一的凌晨 大年初一凌晨 菊花卖光 为了要买菊花 那个车潮人潮满满的 全部都在花市里面 买光的你知道吗 连他们自己网友都讲 买的是什么花 你敢说明白吗 对不对 上新乡要的花 卖到没货对不对 半夜干嘛的不知道吗 你半夜的时候去买花 要做什么 那当然是 奠祭祭拜王魂 更夸张的是你看 他讲说凌晨 除夕夜凌晨 就是大年初一买 不少武汉人出门购买鲜花 四平为今天凌晨 零点五十五分 寻礼门花市 你看 一堆人去买菊花 对啊 哪有人除夕拔名字 又大年初一就去买菊花 对不对 这个情景是很难理解 好啦 那你看 这个以前往林在武汉市 很多人不是在写春联的 那个摊子上面 对 春联 春联为什么是有白色纸写的 还有黄色纸写的 这根本就是在写晚联嘛 对不对 今年他们过年写晚联比写春联多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从这两个事情来看的话 你就知道武汉市去年 到底武汉肺炎死了多少人 而且听说他们菊花修复 一吃菊花卖到一百块人民币 对啊 而且你知道他们竟然讲说 这个花卖完 他们官方的解释是什么 这叫做暴富性消费 哎哟 我就跟你说 这些官员都真的看得贵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就是王者出来消费 所以那个暴富性 死了很多人去年没得拜 那今年都要祷拜了 所以这种暴富性消费 就是指王者而言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些人是看得贵 我说真的 你看另外一件事情还让人家觉得很诡异 武汉肺炎到底多严重 你看我们前几次不是一直在讨论说 中国大陆现在跟全世界一样 面临老人化的社会 它的年龄层是一年一年 比一年的更老 而且现在年纪大的人更多 可是你看湖北全省 今年很奇怪 今年年初他们在统计资料 他们有那个老人津贴的名册 突然间80岁以上的人消失了15 光80岁以上老人就消失了15万 而且这是全 不管是全国还是武汉 老年化社会是越来越多 可是你看光这些老年人 为什么有钱都要贵 怎么会贵 对名册消失 这已经是过世了嘛 对不对 所以跟你讲说 这些事情的话 你把零零种种看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中国隐匿疫情 隐匿到目前为止 它隐匿的是多么的严重 对而且他是说断崖式的下降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 怎么可能一下子人就不见了 所谓东南市下降就15万 隐隐都从了神世界消失 80岁以上老人而已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 他们就讲说 下面现在很多的殡葬资料 他公布这些数据给你 可是问题是你不能够去调查 包括媒体 包括社会人士 你不可以去调查 他们的殡葬的资料 大家也知道说去年 在武汉肺炎爆发的 三四月四五月的时间 他们我们常常讲说 武汉的那个殡仪馆 空中的那个流化物的浓度 比平常超标好几倍 那流化物我就讲过 那就是人家 为什么流化物很多的时候 很多殡仪馆旁边 火葬场旁边 全部在火化的时候 在烧死人的时候 那个流化物就会到天空去 所以这最明显了 所以去年到底 它烧了多少人不知道 可是他们公布的资料 还是要隐匿疫情 他们还是隐匿数据 他告诉你说2020年火化的人数 只比2019年多了三万多 比2018年多了不到五万 那其他人都熟去哪里 八十岁以上老人 竟然十五万不见了 什么三万五万 对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隐匿疫情一如以往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不肯讲实话 好啦 那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很多问题 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习近平一直希望说 他跟拜登祝贺 拜登礼都不礼他 他就在中文 中文里都没插网 好不容易除夕业 好啦 两个人通了电话 终于通电话了 对啦 那问题是通了电话 我会发现说 习近平也是孤儿子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 你之前我打电话给你 你都不跟我回 那你现在突然间打电话给你 有叫小的对不对 为什么我就要回你电话 我要接你的电话 你应该拒绝不接嘛 对不对 中国人怎么可以让美帝 踩在地下 给你欺负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看他最后还是接了电话 就表示说这个真的是没有用 可是我说这个哪是打电话 这哪是在对话 你看他从他谈的内容 拜登那天就跟他讲 我作为美国三军总资运家 毫不犹豫在必要时 使用武力保护美国人民 和我的盟友 盟友喔 你要搞清楚妄动 对啊 他这通电话 卡来是怎么 这哪是问候对话 这是要跟你抢一下 这是怎么消灭的 对不对 你不乖就要跟你打你知道吗 好啦 他讲的这句话 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反制措施 什么措施 你也知道说全世界现在稀土 有没有 输出最多就是中国大陆 虽然他的运含量只有36% 可是有80%他输出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人力比较廉价 挖这些稀土有毒有危险 他也不在乎你反正有钱赚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考虑说 我稀土不败运于美国 为什么 因为我说实在话 包括美国的精准导弹 无人机还有F35 用到很多稀土你知道吗 我们举F35为例 里面一架F35的话 用到400多公斤的稀土营素 包括他的磁控 电力 喷射引擎 全部都要用到稀土 所以他现在 我这样打不赢你 你要打我 我根本不卖你稀土啊 你到时候你的导弹无人机跟飞机 都没有办法飞啦 是不是这样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说实在话 他们讲归讲 你看看他对澳洲 对 还是在讨论阶段嘛 因为说实在美国的蕴藏量有13% 你如果不卖我 到时候我火大我自己挖了之后 我就打你 对不对 好啦 那另外拜登还讲了什么 他说对中国的经济作为 镇压香港 新疆侵犯人权 对台湾在内的区域 独断行为表达关切 我就跟你说这桶电池是来消灭的 这一桶不是 你跟你说什么 他讲到都是习近平的痛点嘛 对 香港 新疆 就台湾 台湾 幸好没有讲到西藏 拜登有时候会忘记 末年要提醒他一下 容易忘掉 所以你看他这通电话讲的内容 是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嘛 对不对 而且说实在这个时候 我58个国家 他因为中国大陆去年不是他通 实施那个什么反国家分裂法 他就告诉他你不乖 我就给你送中 不然你抓到 所以我们两个现在都不能出国 很恐怖对不对 可以出国很多地方也不能去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大家就觉得你不行 你动不动就把外国人抓起来 这是什么 把人类有没有 当作一个政治筹码 外交筹码对不对 所以他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 任意拘捕的宣言 拘押的宣言 所以这些国家签了之后 58国签这个宣言 对啊 而且你看加拿大外长贾诺也讲 把人从他家人身边带走 当成谈判筹码 非但不合法 而且不道德 真不道德 布林肯也讲说 人类绝对不是你 人应该外交能够谈判的一个筹码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发布了这个东西对不对 他只是任意羁押宣言 他也没有指明哪一个国家 是啊 可是中国现在忍不住了 跳出来就要承认你看 对号入座了 因为中国住加拿大的大使馆 他就讲这种坐贼喊坐贼的行径 是何等虚伪和卑鄙 他就是讲说你把孟晚舟抓走了 对不对 那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他马上就跳出来赶快承认 而且环球时报更夸张的是说 这个就是对中国的威胁跟恐吓 你看连环球时报都讲中国 这个整篇里面没有提到中国两个字 你现在写出来 不是环球时报帮人家认证吗 对 好啦那我们讲说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 国外局势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可是他国内局势有没有比较好 也没有比较好啊 你看最近我们这个东北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高层他就讲 他其实东北人现在对习近平 相当的反弹 你也知道东北人气派起来 很恐怖 天心那么冷给我断暖气 对啊你看东北那时候日热战争 后来张作霖有没有 张大帅有没有 造反起来东北人造反起来 可是不得了了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你看 他统战部的一个老领导就讲啊 东北人现在对习近平真的非常不满 为什么不满 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江泽民啊经营东北 因为东北以前叫做重工业重镇 以前你看日本跟俄罗斯啊 俄国啊当初苏联有没有 把很多的重工业不是说聚集在东北地方吗 所以一个重工业的重镇有没有 现在竟然变成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啊 啊靠补助呢 连那个农粮食物有没有都拜托你 以前吉林啊产大豆产大麦什么东西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落魄成这样 而且还要跟你中央要求补助 所以你就知道说东北啊真的是 金席之笔真的差太多了啦 那当然不满啊为什么不满 人家就讲说 其实这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 搞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因为以前江泽民啊 他在重工业地区的话 他要投资很多东西 所以安插了很多他的人 部署在里面 所以整个东山省里面 几乎都是江泽民派系的人啊 后来薄熙来也在东北搞了一阵子嘛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后就觉得说 他看到东山省的人 东北人他就觉得说 你这的人都是跟我唱反掉的 江泽民越看越像江泽民 越看越讨厌 所以他在开始就开始啊 对这个习近平这个个人恩怨 迁入到东北之后 他把所有东北的补助啦 开发啦什么东西 再计划全部都延缓 所以造成东北今天啊 跟往日的那个情景 完全不能相比啊 所以东北人现在反对啊 好啦那反对除了东北人之外 其实你看 他们今年还有一个新春团拜 西这多人还在团拜 不知道在拜什么 我也很奇怪 而且你看这个座位 坐起来很奇怪哦 中间这个是大桌嘛 对不对 对 这个是七常委啊 对不对 大佬坐的这个桌子 习近平坐在中央对不对 对 他是背对的后面的这些桌子 可是他背对他后面 背对他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些全部都是少年格 穿着黑西装 黑衣服 他坐在背对他你看 而且这些人你看 他在看哪里 你吃饭就吃饭 背对的他有没有 他在看什么 看着你们这些老家伙 对不对 不要给我轻举妄动 这些年轻人坐在那边 你不觉得很突兀吗 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耶 对啊 大家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为什么只有这些年轻人 要安插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些人 这些黑衣人 就是专门要帮习近平护驾的 这老人家还怕他造反 年纪都这么大 我跟你说 现在习近平处处都担心 有人要造反 有人要害他 我跟你说 习近平如果没有死 没有生病死亡 我发现他真的会精神错乱 对不对 压力大 整天只怕人跟台 怕人跟害人 被害妄想症 对啊 所以就跟你说 好啦这也不错啦 这又怕得比较 你每天就这样担心受怕好了 而且我觉得这些人也很奇怪 众团拜吃这个饭 吃得很辛苦吃得比较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习近平不要再搞这种 大内宣 这种大剧大堆头东西 从很多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你的位置不保 而且心里面是担惊受怕 那最近黑龙江 你也知道中国最北方的省 就是黑龙江省 黑龙江现在的温度 也是零下50度 零下50度 该比加拿大会更冷 那问题是你看 他们现在很多人 就聚集在抗议 到了那个市政府 县政府前面 你要冲进去 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看在中国出现这种 这种维权的活动 在中国这么大规模的抗争 因为人家握不下去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黑龙江的 那个疫情这么严重 大家还群聚 你看还跟那个公安在那边推挤 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说实在话 最近他们讲说 他们的供暖系统出现问题 他们的平常在室内温度 大概在18度左右 变成一个供暖的一个标准 就是你假如室内温度低于18度的话 政府就要提供暖气 让那个室内的民众 可以那个取暖嘛 对不对 可是他们就讲说 最近的温度有时候降到4到9度 可是暖气竟然就坏掉 你知道吗 暖气坏掉真的假的 这个时候坏掉 黑龙江逼近零下50度的地方都有 对他们就告诉你说 他们最近这几年来 就是把这个供暖的系统 发包给另外一个 唯一一个厂商 就一家厂商 他们负责供暖 而且这个厂商就 从今年开始的话 今年不是大家都讲说 黑龙江最冷 他竟然告诉你说 我现在每个月要维修锅炉两次 夸张这么冷的天 维修一次要一个礼拜 等于一个月里面有半个月的时间 都在维修锅炉 他们就讲说 这个是不是贪张忘法 分散勾结 人蒙不张 老年小孩受不了那么冷 对啊 小孩跟老年人 像我们台湾现在天气 只要冷一点寒流来 不是要半夜睡 你看那个暖暖包 前一阵子抢成什么样子 对啊 说暖暖暖有没有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这到底 而且这个时候 他们里面还封春 还封春 武汉肺炎啊 对啊 所以你看 偶一偶一也救不了啊 所以他们就告诉你说 你看他们全部封春 是说要核酸检测 其实告诉你就是 我没有本事供暖给你嘛 所以刚才除了说 人蒙不张算 其实他们也有人 偷偷就讲出来 不是他们不供暖 是因为他们没有煤炭可以烧 对不对 因为没有煤炭的状况之下的话 他怎么供暖 想要供你暖也没办法啦 对不对 好啦那接下来你看 老百姓可怜 对老百姓很可怜 在中国真的是 人家讲说那个韭菜 有没有 对 跟人家这样随便割 可是你知道 中国大陆最近还是有钱人 之前习近平不是一直告诉人家 讲说要禁止那个浪费吗 扑脏吗 对不对 可是这个深圳有一个男子 你看 他竟然前几天 跟他朋友去吃饭之后 PO了一张账单出来 这个账单32万多的人民币你知道吗 32万多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138万 你真的要起死你知道吗 请几桌啊 一桌 一桌而已啊 就十几个人在吃而已啊 他告诉你说这个菜是很好 什么生蚝 鸡汤 和牛 什么高档食材对不对 可是后来看一看之后大家就 拳头都硬了你知道吗 他最后一项是50年茅台酒6支 哇 竟然喝了那个茅台酒6支 就占了大概103万台币 你知道吗 夸张哦 所以你看这个菜钱大概30万 35万 酒钱就喝了大概 大概100万了 你看 所以就跟你讲说 中国大陆这个时候 竟然有这种铺张浪费 这个习近平要不要查一下 夸张 所以有人就在网路上就写了 他说深圳男子真敢花 一餐吃掉一饱马对不对 山珍海味茅台酒对不对 那回家咱见你爸妈对不对 他怎么咱见你爸妈 他爸妈搞不好就是很有钱 这个搞不好就是富二代对不对 所以你看网友就讲 有钱人的生活 我们只能忘之却步对不对 一顿饭吃掉我们一间小套房 你看 可是你看在黑龙江 老百姓连那个暖气都没得攻 零下50度没暖气怎么活 我跟你讲 搞不好这个习近平还会赞赏他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今天不是脱贫吗 前面卖向小康吗 现在不仅小康 现在在富裕你知道吗 现在跟习近平最近去考察 那个贵州的贵阳市你知道吗 贵州不是最贫穷的省份吗 第一穷杀瀉 对啊 那今年就哇 突然间就全部都脱贫了对不对 那个习近平就去视察 你看他就跑去超市里面你看 他在超市在视察的过程之中 哇快步走你看 什么都看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就指的这些东西 后来还指的那个大白菜 问说这个价钱多少 那个央视的镜头竟然还把那个价目表 大大的就po在上面 0.99元你看 那可是说实在那0.99人家就讲说到底是9.99还是0.99你也看不到 反正那个酒后面他只po出来一部分而已 美金0.99 大陆的一斤叫做500公克 一斤才不会0.99你看多么负数 这个物价多么的富裕啊 物价供应多么的平稳啊 对不对 可是人家讲说那习近平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猪肉啊 对不对 只会看大白菜对不对 你看一下猪肉价格嘛 中国大陆的猪肉价格一斤是30块以上呢 你让你看看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在白菜上乱点什么 点一点物价就会这样嘛 当然也不可能 但是作假还是会做 中国要准备迎接建党100年 可是呢在这个建党10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呢今年的这个习近平反而很不好过 所以要做各式各样的大内外宣 对今年的7月1号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 对那这个对于共产党来讲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意义 所以中国从今年开年 就是年初开始就开始做暖身 暖身那第一个暖身呢 就是看我们平常休闲 就是看电影看电视嘛 但是如果看电视剧要写心得报告 你觉得如何啊 为什么看电视剧要写心得报告 而且还要凭KPI哦 这是天津市委书记 他发了一个信给天津市民 就中国现在有部戏叫做跨过压绿江 讲的就是当年韩战的时候 人民解放军跨过压绿江到北韩 然后抗美援朝的事情 这个是对中国来讲 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难得的 被他们视为是一个大胜仗 因为美国当时是世界超强啊 那中国至少跟他打拼嘛 对 哇不得了 天津市委书记呢就要求说 这个电视剧呢有40集 每一集有40分钟 然后呢你看完之后要写心得报告 还要做KPI评分 但是佑琪我想问的是 只有天津市吗 应该不止哦 对 要对上面表示效忠啊 对所以观众朋友听到这里 觉得很离谱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佑琪像你这么年轻 你就没经验 这个事我们以前在台湾也干过 这真假 以前有部戏叫寒流 寒流 每天晚上8点钟 三台联播一个小时 讲共产党 对 就是寒流描写什么 就是共产党有多坏 各种共产党的酷刑 怎么侵犯人权 全部都演出来 然后呢我们当时 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在读小学 一样要写心得报告 那个要写心得报告 对 所以呢还有我们以前还默写过 南海学书 南海学书 对但后来发现是捏造的 根本没有这封信 捏造的 这我没有写过 你还年轻 其实我是听上一副说的 所以呢其实我想全世界独裁国家 大概都一个样子 都一个样子 就差不多这样 好这个就是要 这个鼓吹共产党好棒棒 这个激起这个对自己有信心 四人运习近平现在多难看 对习近平现在其实 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 其实他很害怕 前一阵子有个消息 大家现在终于解密 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解密 就是马云的那个蚂蚁金服 都已经要上市了 明天要开上市记者会 今天突然喊咖 大家觉得很奇怪 到底马云你是得罪了少林方丈吗 怎么那么严重 对真的 结果后来现在华尔街日报解密了 原来早在蚂蚁金服 在申请上市 在中国金管机关的时候 中国的最高当局 就已经开始秘密在调查 你背后到底有哪些股东 因为蚂蚁金服那个金额会吓死人 真的吓死人 结果不得了被习近平查到了 查到两个死对头 一个是前国家主席 江泽民的孙子叫江志成 哇那果然死定 另外一个是谁呢 是政治局常委 而且是重量局常委 贾庆林的女婿叫做李伯潘 这两个人都有股东 但是这两个名字你完全看不到 你说那是透过公司 对不起 即使是透过这家公司 你也查不到公司的名字 所以你看共产党神通多广大 对这厉害 查起来这两个人持股 大概蚂蚁金服的百分之一点多 一点多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 一点多吓死人了 但是你要看他的分母 他的分母叫一兆多人民币 一点多很像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他就赚了多少钱 他持阿里巴巴的股票 600多亿台币 那有人讲说习近平 这个是在整肃红二代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够精准 因为习近平自己也是红二代 他老爸是习仲勋 他对付谁 是反对我的红二代或是太子党 因为江泽民也好 贾庆林也好 其实都是习近平的死对头 所以这些人你们反对我就算了 现在反正军队在我手上 但是不能让你有钱 你有钱你会恶搞 你会乱搞啊 那是 所以他在国内在整治 用打贪之名在整肃一己 所以他曾经讲过 他曾经对了一群高官讲过 你们这些人啊 不是喝酒喝死就死在床上 说得好贴切哦 对真的很贴切 之前不是有个百机王被抓到吗 就是 不得不称赞一下中国的造假文化 厉害 世界一流 我有一句名言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什么都是假的 但是只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大家都在造假 这件事情是真的 山寨王国什么都假 你看澳洲红酒 哎中国不是制裁澳洲吗 是啊 为什么可以买澳洲红酒 都要去关 对不起不是 这是中国生产 Made in China的澳洲红酒 假的 这个A货哦 澳洲澎湖红酒 连澳洲造假 对我不曉得是不是 有本事就不要抵制 不曉得是不是用红醋加水调的 不知道 真的很难讲 假的澳洲红酒 那我们之前讲过假的疫苗嘛 这是中国生产 Made in China的澳洲红酒 假的 这个A货哦 澳洲澎湖红酒 连澳洲造假 对我不曉得是不是 有本事就不要抵制 不曉得是不是用红醋加水调的 不知道 真的难讲 假的澳洲红酒 那我们之前讲过假的疫苗嘛 对好 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 这一阵子台湾很多人在玩 全世界很多人在玩 Clubhouse 对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社交软体 因为它是真的叫聊天室 因为一是用讲的 也不是用写的 那很多人就很喜欢玩啊 中国其实 在农历年前很多网友 在中国很多网友 他们在大房里面 还开小房 为什么开小房呢 因为在小房里面 要谈 聊一些敏感的议题 例如什么叫敏感议题 不要想歪 聊的是台湾 西藏 新疆 香港的问题 这真的敏感 这要命的问题啊 中国网友好高兴 我们终于可以有言论自由 结果没想到 高兴不到三天 被关掉了 被关掉之后 没关系 没有Clubhouse 当给你一个 叫做meat club meat club 山寨版的Clubhouse 夸张欸 中国网友缺聊天室吗 他不缺啊 他缺的是一个 有言论自由 没有网管的聊天室 对 就你搞一个山寨版 那现在给谁玩 是习近平跟李克强 两个人在里面聊天吗 真的夸张啊 这个叫山寨版 另外呢 看这个更经典 我们有些人就说 运气不好 改个名 可不可以改个运 公司也可以 这是信阳的毛间公司 他去年亏损2.86亿台币 亏损应该就是 开源截流嘛 就不是 他釜底抽薪 直接改名 直接改名 改名叫国龙茅台 结果 哈哈哈 不曉得是因为有龙的关系 股价真的涨2成 是因为茅台的关系 改了茅台就会赚钱 这个问题是 真假不分啊 毛间跟茅台是不一样的东西 改个名就可以涨2成 没关系 明年再改名 再涨2成 那这个最离谱的是 但是我们一般造假 就是造假那种高单价的东西嘛 比如说名牌包啊 疫苗啊 哎连水都可以造假 桶装水 水造假就算了 连假水桶都可以造假 水桶 水桶干嘛造假 水桶是拿来装水的 但是如果这水桶装水 会漏水呢 那就叫假水桶 他就是他完全他的密封 因为他的要求是 桶装水的意思 就是说我一桶水装着 然后在运送过程当中 有时候可能会倾倒 会打横的 应该不可以漏水 但是这个假水桶跟桶装水呢 就发现 倾倒之后 竟然没有密封 竟然会漏水 所以中国连水 还有水桶都可以造假 你觉得这个国家 还有什么不是假的 在别的国家 尤其是有中国介入的国家 那惨了 现在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一 当然就是缅甸这次 这个军事政变 因为对中国来讲 完全不能放手 这一放手的可能就是 亲中国家倒的第一块骨牌 那对于美国来讲 当然看到了一个 这个大好的机会 因为像来他们以前 是排斥美国的 如果呢 现在能够把他们 变成合作伙伴的话呢 证明了民主胜利 还有一个 还可以大大的这个 降低中国的影响力 这其实是美国跟中国 就是在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全世界打的第一场战争 就是在缅甸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缅甸现在 自从2月1号 他们的军政府 开始政变之后 有没有 现在整个缅甸里面的 现在大都市 包括仰光旺德热 还有那个纳比多 有没有 几乎现在总共 大概有上百万的民众 上街头去抗议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军方 现在又传出来 更夸张的是 他们竟然敢动用真枪 有没有 还是甚至他们传出来说 放出30几名重刑犯 你要老乱当地的治安 你就去把那车 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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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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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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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们这一次很荒谬的一个理由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逮捕 逮捕那个翁山书记吗 他说他是违反净出口法令 净出口法令 什么净出口法令 就是他的保镖拿的那个对讲机 是违法进口的 夸张 就是因为你违法进口的一个 那个对讲机 你就可以给翁山书记 而且还包括整个民盟的一些 全民盟的一些官员 还有所谓的那个什么 党外人士就是反对反对派人士的话 民权人士全部抓起来抓了400多个人 那你抓起来之后 那当然民众就不爽 好不容易他们在去年的那个选举里面 是从所有大选里面 他们才赢得了这个政权 而且你知道缅甸从长期以来 说实在话 他们说是民主国家对不对 是一个帮联邦国家 其实缅甸长期以来就是军政府在控制 其实包括翁山书记上来之后 你知道吗 他们除了卫生部 还有那个什么 一些经贸部会之外 其他部会所有的官员 全部都是军政府的人员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他们现在政变起来之后 马上当然可以操控整个国家 好啦 那你今天现在面对这些民众 你用这些来反对 其实现在抗议的种类 爸爸款 除了说民众上街头之外 你知道吗 包括他们的僧侣 也是出家人 因为这个佛教国家 僧侣都出来抗议军政府 而且现在他们还有想到很多方法 包括说下降头 下降头也行 他们希望说能够下降头 把敏昂来这个军头给堵死这样 所以就跟你讲说民众痛恨到这种地步了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可是现在传出来更多的东西就是怎样 其实担心害怕的是什么 中国最担心这一次的缅甸的那个 那个示威游行 因为你军方现在已经开始镇压 对不对 那你不镇压又不行 那你镇压之后 这些画面的话 中国的传媒现在一下令说 你不准播放所有的缅甸的示威 镇压的那个活动 而且这还是中国在背后支持搞出来的 对啊 因为他们说实在话 当然是他支持搞出来的 王毅一月的时候去访问缅甸之后 他还跟敏昂来见面之后 还跟翁山书记会面之后 2月1号就政变了 对 那就表示说王毅 他是做最后的确认 两边其实中国长期以来是压保两方的阵营 包括你的军政府还有翁山书记 他都有压保 那去做确认说 到底向队友的帮助比较大 好像点听话 你也听话 我觉得军政府比较听话 所以我就马上就马上鼓动你政变嘛 而且他政变之后 为什么他禁止他的船没出来 因为所有的镇压 那个军队上去的时候 你有发现 他们开的是中国给的东风卡车 戴的钢盔是KG80的 那个中国制钢盔 以前胡锦涛还有带过的 手上拿的是什么 中国制的自动步枪啊 都中国提供的啦 所以你们这些军队用的东西 全部都是中国供应的话 你当然会 你现在如果拿这些中国制的东西 又对着老百姓开枪镇压的时候 那你会想到中国最禁忌的话题是什么 六四天安门事件啊 当年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那会引起世界的反弹 而且中国老百姓看到这种画面的话 当然也会想起那些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对付人民的嘛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他们现在当然要禁止播放这些画面啊 好啦 刚才讲过说 现在是整个这个攻击是美中的一个战场 第一场战争嘛 拜登上来之后 为什么 拜登现在是联合所有的西方国家 所以你要制裁你的军政府 军头这些人 那说实在在制裁 你难道制裁 针对这个军头制裁 难道会有痛痒吗 当然是不痛不痒 那你如果要对军政府制裁的话 是不是整个缅甸都会受影响 那缅甸受影响的话 他会不会再倾向于中国地方 去倾向于中国的拥抱嘛 所以现在拜登啊 他带领的美国政府跟西方世界的话 到底要怎么样制裁缅甸 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你知道吗 而且我刚才讲说 习近平其实中国 他对于缅甸的控制你知道吗 他的手伸进去是资深 今天不管是你翁山出去 还是军政府在执政的过程之中 习近平中国都是压保两方 包括这一次你说中国 那个缅甸已经连续两天 他们全网断线 就是你在缅甸没有办法上网 为什么 现在传出来是中国派技术人员里面 去协助他们断网嘛 前几天还传出来 缅甸军队还讲中文的 对 所以他们现在还想说 很多的解放军 混入缅甸军队里面 其实说实在缅甸 这个国家从以前到现在 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怪怪的 你知道吗 他们一直希望尤其是翁山书记上台 他们希望说什么 安全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 全世界现在很多国家 不要再说不要可能 德国跟南韩不是也是一个例子吗 对不对 德国还是希望说 你美军在德国驻军 可是你看美军一撤军之后 他又开始说你快回来 所以你看很多世界很多国家 现在打着这种两手算盘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好啦 那你现在你看 我们讲说他为什么经济靠中国 你知道吗 全世界的那个翡翠生产 有没有 珠宝 宝石级的翡翠 现在全世界认证 只有在缅甸这个国家有生产 所以缅甸你知道那个翡翠 这近20年来 上涨20到100倍 你知道那个炒缅 炒翡翠炒作炒作到什么地步 真的 那光一个翡翠的话 就让缅甸很多人吃饱啦 还吃撑了你知道吗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经济一定要靠中国 因为中国有办法让你这个起来 好 那另外我就跟你讲说 为什么中国这一次他要拉住 紧紧的抓住 整个缅甸你知道吗 缅甸对中国太重要了 之前中国在带一路的时候 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的珍珠链的战略 珍珠链就是这条绿色的 你看这个星星的地方 就是中国可以控制的港口 那你又发现缅甸在这个位置 对这个缅甸港我们讲过很多次 缅甸港如果让他设立成功的话 如果整个扩展出来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从缅甸到昆明有没有 1470公里的这条线 他如果可以中棉铁路做好 而且那个石油输送线的话 以后中国大陆他们的经济能源 能源的来石油天然气 直接从阿拉伯国家这边直接进缅甸港 就进了中国境内了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经过这个 麻六甲海峡 也不需要经过南海啊 不用绕这一段路有没有 直接从这边就进去了 而且我刚才讲说这个珍珠链的 那个战略 就是他们一带 寄庸街有一带路 把这些港口有没有 以开发为商港为名义之后 其实是用商港掩护军港 那不是就中国的南海 那个海军的南海深海策略 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印度洋 势力就可以突然不用被局限 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个角瓢港 还有这个什么 瓜达尔港有没有 巴基斯坦这个地方 又刚好可以把整个印度包围在里面 跟石油岗港 所以他们讲说这叫做珍珠链战略 所以全部把它包在里面 好啦那既然被 如果真的被包围的话 那东南半岛 这个东南半岛这些国家的话 那怎么办呢 可是我说实在话 在缅甸这个地方 我刚才讲过说 除了他们很多的矿产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种稀土 我们前昨天也讲到说 稀土现在是中国 他们考虑要禁止稀土 其实说实在话 种稀土有一半 是从缅甸进入到中国 中国虽然它占有很多的 稀土的那个矿产对不对 可是他们现在也不愿意去开采啊 因为这个稀土开采之后 污染严重 还有毒 对不对 所以他们想说 你缅甸有 你就黑虎用就好了 而且你看他现在如果 把缅甸控制住之后 我昨天有讲过说 包括F35战机 一台战机要400多公斤的稀土 对 我如果这样的话 你飞机飞都飞不起来 而且很多的航太 无人机还精准导弹 你都不能发射的话 所以他们要把牢牢的把缅甸 抓在手上 好啦 那可是说实在话 中国大陆对东南亚国家 东协国家 开始进入这些 拦止的这个状态之下 把手伸进去之后 可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民调出来 新加坡有一个民调 有个字幕他们讲说 他们如果强迫要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选边站的话 你会选谁 对不对 现在有61.5%的东南亚的民众 是选择美国就38.5%的民众 会选择中国 在拜登上台之前 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数据是怎样 是选择美国的只有53.6% 那选择中国的是46.4% 所以就相差来回 相差16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 你知道吗 因为拜登上台之后 他就希望说能够 希望全世界用合作来代替对抗 所以这些东南亚国家 就觉得说 美国的势力如果进来的话 那我是不是带动一些经济进来 对不对 而且他们也很担心 最主要是担心什么 中国大陆把手伸进来东南亚 包括湄公河 烂沧江的这些水电发展计划 我盖了这么多水坝 电给中国用 水你就不用留待 你们那个东南亚国家 所以这个东南半岛 这些国家也学了说 你竟然是在这边 绝取很大的利益 我们不过当你的马前卒 去对抗美国的话 你觉得慢慢的 他们会不会醒来 现在拜登跟习近平呢 他们两个通话之后呢 看起来呢 这个电话到底有没有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效 搞不好中美关系 有人认为 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搞不好这个双方关系 雪上加双 你看光是这个 华为这个制裁案 天哪 华为现在整个放弃了 听说要去养猪啦 对 华为现在要养猪 还要挖矿 但现在呢 他不得翻身 但其他人翻身了 现在谈一下拜登 拜登他做事情要按道理 为什么呢 拜登他上来之后 他很年轻就当参议员 他在经营欧洲 经营了二十多年 他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他知道任何事情 要按照法律 所以拜登最近立场很明哦 他说什么呢 过去川普时代哦 川普他因为是商人出身 所以他呢 很多方法他会比较 想说用比较激进的一个方法 但拜登不会 拜登现在已经说了哦 我今天要打中国的话 我一定要师出有名 我一定要有造方法 所以目前包括了像什么抖音啊 像阿里巴巴不打了 你不用再担心说 你们股票不能够在美国上市 他甚至还做一件事情很重要 之前不是全世界都在抄孔子学院吗 他们现在说孔子学院 你只要写下切结书说 你没有拿到中国的一个资金 然后你不是中国的外宣机构 孔子学院可以重新再开 就是补习班嘛 也没有那么不行 但华为就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华为现在已经一棍子打死了 那最近任正非他就说了 我们啊 你们是打不死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干嘛呢 干嘛 我们要用智能养猪 我们要做电视 对我们还要做PC 我们还要做个人电脑等等的 一切一切都要做 但其实能不能活不知道 他希望是依靠手机业务也能够存活 但其实嘴巴这样讲 一方面也在世界各地在澄清 因为华为他有很多的专利 他在5G的技术也非常非常棒 那你想想看欧洲这些人 他是吃素的吗 他可能让他过吗 当然也不会 那最近就是这个高通的CEO 这个最可爱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华为2月10号向美国提出 解除禁令的一个申请 他说怎么可以呢 当然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其实我想想他还蛮自私的 华为过去哦 是台积电排名第二大的客户 最多的下单是谁呢 苹果 苹果占台积电营收最高的时候 占到三成 可是华为占台积电营收占多少呢 最高的时候占到15%哦 那又齐我问你 现在全世界是不是都在台积电那边排单 对啊排对领晶片啊 对那你如果说让华为再爬起来 那不是多了一个人来排单吗 所以第一个高通现在他说了哦 制裁华为有助缓解全球晶片的一个缺货 那当然继续制裁啊 对但其实他自己是没在修的 哦 高通现在自己是没在修的 为什么呢 现在NVIDIA 之前一直要买安模啊 那NVIDIA买下安模那还得了啊 全世界那些所谓的手机啊 那些所谓的PC那种专用型的 全部会被他们拿走 所以他就说不能够买 这个完全不能够买 其实高通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的一个敌人 叫联发科啊 联发科现在已经跑跑跑 跑赢他了 所以高通这个时候呢 能够减少敌人 他就在减少敌人 然后呢 华为也向瑞典去申请哦 结果各位 人家北欧就恨不得你华为赶快死了 你还跑去瑞典申请 他怎么可能会让你过呢 所以这个直接就不过了 所以目前华为 第一个华为现在很辛苦 但是他们自己说了哦 他们要在南泥湾 做一个南泥湾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的 我直接跟各位说 成功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华为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慢慢的割自己的肉 所以比较值钱的就割开 独立然后换现金 割开独立换现金 然后再来 其实大家最希望的是 华为赶快把他的专利卖出来 因为华为只要能够分拆的话 那很多的专利会非常非常值钱 华为讲完之后 来讲最近最倒霉的腾讯 腾讯最近就一直在想了 哎呀那个阿里巴巴跟蚂蚁金服 搞神色负得性 我们是能够小心就尽量小心 可是越小心就越不小心 他们最近过年嘛 过年他们就在画 所谓的一个领红包的一个计划 领红包的一个计划 就做猜谜 他们做了一个猜谜 就问各位说 一手遮天 请问答案是什么 结果好笑了 答案你写了一个习近平的习 居然过关了 过关了 对过关就可以领红包对不对 那大家都说哇大家都来领 结果领一领 哎这个APP被删掉了 那当然删啊 一手遮天是习大大呀 这话实话能讲吗 可是这样子就两层意思了 第一个 你做这个APP你自己做错了 你说我们公司把它删掉也就算了 现在是上级给你命令删 所以一手遮天是习近平没有错啊 完全都没错啊 所以大陆的网友就说啊你做也是你们做啊不做直接删掉也是直接删掉 难怪真的是一手遮天嘛 可是 腾讯的QQ这个时候被下架的时候 腾讯就倒霉了 倒霉了 本来马化腾好不容易安全一点 马化腾早就躲起来了 马化腾我认为他去年应该就知道消息了 为什么呢 腾讯最近他们在反摊 一家做网路的公司反摊在反什么东西啊 真的 结果一反摊 内容还挺多耶 他们居然抓反摊抓了一百多个人 这些人全部都开除 不但通通都开除 其中还有四十多个人还送公安 天啊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他们把内部资讯跟所谓的不对症资讯给人家 对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很简单耶 讲一句话大家就听得懂 上红包 上红包 我给你资讯 然后呢不给别人 你是不是比较有力 对 那你比较有力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个讯息 然后呢你就有很多的一个讯息 那这很多的讯息很多人会说 那你一个做网路的 一些一些做整个所谓的信用贷款的 哪有什么讯息需要拿呢 这当中 每个就生了 为什么每个就生了呢 我今天就很仔细的来研究 有张峰跟孙力军的一个关系 最近哦 整个腾讯有两个总裁 我刚不是说了吗 开除了100多个人 40多个人送公安 对不对 其中层级最高就是这个张峰 可是这个张峰一查他的背景 不得了耶 他不是正式从所谓的一个网路公司出身的 他最早出身那个地方 吓死人耶 哦怎么说 他居然是在中央委员会上班 在中央委员会上班 那中央委员会 可能我们台湾的观众比较不懂 中央委员会在干嘛 中央委员会就是在审核 所谓那些高级官员的资格 简单的说 就是任命高级官员的单位 你说这单位重不重 重要很重要耶 那各位去想 他过去在这个单位 居然是审核部长级啊 审级干部的这个地方 他的地位那么重要 为什么后面会跑到腾讯去上班 这第一个他以前是高官 他以前是高官 然后更可怕的是 孙力军 为什么这两个人后面产生连结嘛 因为张峰把顺序透露给孙力军 这个孙力军来头更大 他很多人都想说 他可以当公安副部长 应该是公安正统出身的 对不对 立起我可以说不是 不是 他最早是什么呢 他最早居然只是一个翻译 只是一个翻译 他去澳洲读书 读到二十几岁 回来之后 然后从上海 在上海市政府从做翻译出身 做翻译出身 各位去想一个留学生去做翻译 回来做翻译 后面进入公安单位 可以做到公安的副部长 他的前身 我个人在猜 是间谍 应该是间谍 各位去想哦 我们去想这个结构哦 他一开始是翻译 然后回来 然后再上班 上班上完之后 进入公安部门 可以看到副部长哦 他不是正统公安出身的 所以这两个人之间 一个是中央委员 一个是前身在澳洲潜伏的人 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大有来头 所以腾讯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这么小心 因为这件事情 我认为这个地方没有完结 但是会不会有答案 我们不知道 但现在有个大问题了 中国政府现在针对中国 最会赚钱的两个机构 一个叫腾讯 一个叫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这一刀切下去 最近有人就在说了哦 原来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 你知道是谁吗 阿里巴巴最大的一个股东 是从江泽民 江绵恒 江志成 他们祖孙三代延伸过来 是他们的最大股东 这当中还有第二大的股东 是贾庆林他们的一个家族 所以这些人通通是谁 这些人通通是红二代 通通是太子党 通通是习近平的死对头 所以阿里巴巴跟蚂蚁 要不要重重的处理 也要重重的处理 第二个最近从孙力军的一个事件 一直到孙丰的一个事件 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 其实这些也是过去 在整个江泽民派最重要的 中国最大赚钱的两个机构 后面通通是太子帮 你说习近平 要不要认真的来处理他们 在这个同时 事实上习近平 除了这些问题很棘手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反习势力的反部 已经开始了 对 应该这样说 因为习近平 这个作用力越大 反作用力越大 我简单讲就是 习近平现在要做的事 他要做到死 国家主义做到死 我让你做 可是总书记 跟军委会主席 让你做到死 那全部的力量 曾靖宏 江泽民 跟所有的接班梯队 红二代 共青团 全部瓦解 大家完全没有希望 所以大家要跟他拼 那以前呢 那现在拜登上来 刚时就会讲 其实态度是不会软弱的 那以前 那个美国跟中共 最好的时候是什么 是那个时候是江泽民 的亲信 曾靖宏的亲信 他的人 跟华尔街 跟美国的高干 一起赚钱 那是李隆 那是两个国家 最好的时候 那习近平上来以后呢 当然 跟美国比较不好 还有很大原因就是 他就速摊 以速摊之名 来打击一击 所以大家声音 都不要做了 都赚不到钱 所以美国的力量 也必须反扑华尔街 因为只要习近平在 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这是另外一个 经济因素 那另外一个 民主的因素 因为 因为邓小平一直告诫 这个习近平 要和平崛起 他非要使用霸权崛起 他还不是霸权 他还没那么强 他提前跟美国开干 所以造成中美贸易战 一时期待的战争 货币的战争 然后所有的中美对抗 造成现在伤痕累累 我看拜登是继承的 这个川普的国策 是改变 那做法可能优秀一点 可是方向感是不会改变 最近有个更长的电报 有个文章出来 也写了几十页 那就针对习近平的霸权崛起 美国该怎么对付习近平 那简单讲四个字可以 就叫做去习 纯共 我们中华民国的最大公文运数 中华民国派 说怎么样呢 说对反共不反中 就是我反对你的专制政权 我不反对13亿人 美国也聪明了 美国以前傻傻的 以为以美国那一套民主的输出 然后像对付苏联的哥巴欺负 1991年苏东坡这样瓦解 老公不动如山没改变 他非常顽强 所以他想到另外一个方法 现在拜登要干的活 什么干嘛呢 就是利用你的内部的精英 政党精英的接 比较年轻的接班无望 跟老的甚至胡锦涛 都是重要的杠杆的角色 利用中国自己内部的精英 对由内部曾庆红 习近平军方 然后被整的红二代 甚至胡锦涛 胡锦涛公开出来指责说 你把国家搞乱了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讯 胡锦涛是比较与世无争的人 他做了江泽民十年的儿皇帝 他都没有靠腰 这时候他在国家真的危险了